第2個 地震單探測儀 或者讓他們嘗試 如果在這部份上有兩個摩托 上面可以放一隻碟 然後可以隨意地興建不同的小屋 或者建築物上去 如果有震動的時候 或者震動多大的程度 會令東西掉下來呢 其實也是的 這個套件裏面 它用的感應器不多 就是用引擎再加上這個Style 但其實正如剛才所說 它試了之後它上面 它放在上面的時候 它震動多少 它上面的建築物會掉下來 又對了 為什麼我會選擇這個課程 去讓我們自己嘗試呢 其實他們是嘗試科 他們在兩年前就參加了一個比賽 當時的比賽就是 說著地震探測員 他們當時就很痛苦的小朋友 為什麼呢 他們當時就是 要找很多不同的感應器 試Arjuno 試MacB 試用不同的感應器去做這個連結 其實他們是想到怎樣做的 不過就是被這個硬件去影響了他們 所以最終他們就會覺得很困難 但是現在一看到它這個套件的時候 而我一再試 其實根本整個測試的方式 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已經可以做到給學生看的 正正就是剛剛好 這個套件 它簡單得來 它是完美的 學生容易理解 他們想到的東西 其實他們上面 再加任何的 可能裝置 任何的設計 去處理這個地震探測的部分 他們相對輕鬆容易 給到他們發揮的點 都多很多的 再一次 我會想到 去處理這個地震探測